我们继续讲第四节 原子吸收的干扰和它的消除办法 我们在前面呢给大家介绍了原子吸收 它的主要的几种干扰 包括物理的干扰 化学的干扰 电离的干扰和光谱的干扰 那么我们说物理干扰化学干扰呢 相对的来讲都是比较好消除的 电离干扰只针对某一些容易电离的元素 而且我们可以加电离移植剂来抑制它 那么最麻烦的呢 是光谱干扰 所谓光谱干扰就是说 当我们要空心一灯穿过这个原子蒸汽 来测量这个原子的吸收的时候 这个原子蒸汽中所有的分子的吸收 有可能也会叠加到我们的原子吸收上去 它也会产生吸收 那么怎么样来消除这个背景的这种分子吸收的干扰呢 我们采用了一种方式 叫做刀灯扣背景的方法 那么刀灯扣背景呢 是现在的原子吸收的商品仪器里头最常用的一种 也是相对的来讲比较便宜的一种就是扣背景的方法 所以买原子吸收的时候 大家常常会问你是什么扣背景是刀灯吗 还是别的 比如说塞曼扣背景 那么如果是刀灯的 那么这个仪器呢就比较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刀灯扣背景 大家看这个仪器设计起来很简单 因为刀灯是个很便宜的灯 所以只要我们在这个原子吸收里头有两个灯 那么我们让空心一级灯呢 穿过这个半透半反镜 然后到达原子蒸汽 这就是我们工常说的原子吸收的基本原理了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转到正好这个镜子是反射面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光线呢就会反射 从这里反过来进到它这里头 这时候呢 原子吸收的光线就进不去了 挡住了 所以呢 它就交替的让原子吸收线穿过一下 我们得到了一个总的吸收 因为既有原子的吸收也有分子的吸收 然后呢 再让刀灯的线过来 我们测到一个背景的吸收 这样呢 我们说这个 我们就两个一插件呢 就得到了净的原子吸收 就纯的原子吸收的 那么刀灯为什么能够扣背景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刀灯它是一个连续光谱 它在这个狭缝 比如说有两个纳米的宽的狭缝里头 这个光线全都过去的 因此呢 所有的不同位置上的分子的这个普带呢 都会对它产生吸收 所以它的吸收值是一个背景的 完全是背景的吸收 而带侧物呢 因为和背景相比呢 带侧物的吸收线非常窄 所以呢 这个带侧的这个普线的吸收呢 实际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呢 我们因为它平均到整个两个纳米 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我们可以呢 认为它就是背景的吸收 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就实现了 这个扣背景的方法 当然了 大家可能会提出一些疑问 就是说这个扣背景的方法 到底能不能扣干净 原子的吸收忽略不计 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留给大家来思考 但是呢 刀灯扣背景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至少 就是说像在这么宽的一个范围之内的背景 那么这个背景必须保证它是均匀的 如果这个背景在这个范围内 它不是很均匀的话 那么你 这个吸收线 上叠加的那个背景 和你这样测到的这样一个平均的背景 不一定是一致的 因此呢 刀灯扣背景的方法呢 仍然在测量上呢 还会有一些误差 但是比不扣背景呢 要好得多 那么为了让这个扣背景更科学 更准确 那么后来呢 又发展了另外一种扣背景的方法 叫塞曼扣背景的方法 那么塞曼扣背景的方法呢 是利用了物理学上的一个效应 叫塞曼效应 大家可能在普通物理里头 已经学过塞曼效应了 什么叫塞曼效应呢 就是当伊苏光线穿过一个墙的磁场的时候 这个光线呢 会发生一定的分裂 就是伊苏光线穿过一个墙磁场的时候 它会 这个光线会发生一个分裂 分了以后呢 它这个光呢 就被分成了两个类型的光 一种呢 是平行磁场的伊苏光 另外呢 一个光呢 是垂直于磁场方向的光 也就是说这个光线呢 就被分解成了两个分量 一个是平行磁场的 一个是垂直磁场的 那么平行磁场的这一束光 它的中心波长和原来这个普现的中心波长 没有变化 但是垂直磁场的这个光呢 它呢 和中心波长之间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也就是说 大家看 从这个图上来看 它的平行磁场方向的这束光 仍然位于原来的中心 就是这个光线的中心位置 也就是说 它没有在波长上没有变化 而垂直磁场的光呢 它可能会偏离中心波长 可能偏离左一点或者右一点 也就是说 它的波长可能会变大一点 或者会变小一点 我们把这种平行磁场的这束光呢 我们叫派分量 就这束光呢 是派分量 这束光呢 是Sigma分量 是Sigma分量 由于Sigma分量呢 因为它是偏离了 它就可以偏离的正一点 或者偏离的负一点 因此呢 叫Sigma负 或者是Sigma正 那么这是光学上的一个 就是经典的物理学上的一个原理 也就是说 所谓的Sigma效应 就是在光线穿过磁场的时候 普线会发生这样一个分裂 从而产生一个平行于磁场 和垂直于磁场的两束光 这两束光的波长是 平行磁场的这束光 正好位于这个原来的 这个普线的中心位置 而这个垂直于磁场的Sigma分量呢 它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或者稍微小一点 那么这种Sigma效应 有什么用处呢 大家想 在扣除背景上 我们刚才讲过 大家看 我们刚才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很难找着一个 非共振吸收的线 对不对 在正常情况下 但是如果我们利用Sigma效应的话 我们很容易实现它 为什么呢 因为Sigma效应呢 只要一旦产生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两个不同波长的光 实际上呢 中心的这个波长的光呢 仍然我们可以来用它来测我们的原子的吸收 和背景的吸收的总和 是不是 而分配开的这个Sigma分量的这两次光呢 正好位于中心波长的两边 而且这个宽度是可以通过磁场大小来调节的 我们正好调节的既不干扰又不太远 那么正好这个光穿过去的时候测到的是背景 所以只要我们交替的把平行磁场的光和垂直磁场的光 对吧 那么我们只要把它交替的测出来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总的吸收 就是原子的吸收和背景吸收的核 用中间这一束光 然后呢 两边的这两个Sigma分量呢 测到了背景的吸收 那么两个的插件就得到了这个扣除背景以后的光 所以呢 现在的原子吸收 那么就采用了这样一个方式 比如说我们在空心一级灯的这个这束光线的两边呢 我们加一个给它加一个比较大的磁场 我们让这个谱线呢 给它分裂 分裂之后呢 我们用一个起偏器 让平行和垂直这个磁场方向的两束光呢 就平行光和垂直光呢 让它交替的通过检测器 然后呢 我们来把这两个得到的吸光度呢 做一个插件 就得到了背景的这个扣除 那么这个Simon效应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在仪器上呢 设计起来也并不困难 只要加一个磁场就行了 那么过去的一般的原子吸收用的是永久磁场的这种磁铁 那么用两个大大块的这个永久磁场的磁铁 那么现在呢 大家一般用的是电磁铁 但是呢 因为这个加了这样一个Simon效应的这样一个装置呢 那么这个仪器相对的来讲 要比刀登扣除背景呢 要贵 因为它有这样一个电磁场 电磁场的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这个仪器比较贵 另外这个仪器呢 可能大家如果有经验 做过原子吸收就说 这个仪器挺沉的 过去咱们分析中心搬家的时候 这个我和六七个同学一块抬的原子吸收 把我腰抬出问题了 很重 因为那咱们那个老的原子吸收是个 那个永久磁场的两块大磁铁的 所以沉的不得了 八个小伙子 我不算小伙子 那个七个小伙子和我一块抬 最后还把我抬出毛病了 很沉 所以这个 但是呢 三万效应扣出背景呢 它比刀灯扣出背景更准确一点 因为我们可以控制的 正好让它在我们中心吸收的旁边 把两个背景给它扣出掉 所以呢 它比刀灯要好一些 当然价格的相对的也就贵一些 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扣出背景 我上次给大家讲过一个自吸收效应 自吸收能不能扣出背景 大家看看这个图 想想 就是说通过这个图能不能 我们想到怎么样来扣出背景 可以吧 是不是很容易 就是说 原子吸收在没有自吸收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我们灯电流相对的比较小的时候 对吧 就是空心音机灯的灯电流相对的比较小的时候呀 这时候呢 那么原子吸收的这个空心音机灯发出来的这个谱线是相对比较窄的 因为它温度比较小 这时候呢 也没有自吸收 对吧 当我们把灯电流加大之后呢 那么中间的温度就很高了 这时候谱线变宽了 但反过来呢 空心音机灯 紧靠着窗户的那边有一批基钛的原子 它没有被激发 这时候它会吸收这个谱线 吸收到最严重的程度 我们上次讲了 就是已经出现了自食的现象 那么这恰好是大家看 恰好是这样的 就当电流非常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谱线很宽 但是中间又被吃掉了 所以这两根谱线正好是测背景的 非常理想的两根谱线 是不是测背景的非常理想的 而温度低的时候 正好是穿过中心的时候 测的是背景加吸收 那么因此呢 我们说实际上呢 这个仪器就说既不用刀灯 也不用塞曼 不用花这么多钱 只要把空心音机灯的灯电流 事先我们调一下 就是我们看一下调到多大比较合适 我们事先做一下 然后呢我们把灯电流呢 在比较低的时候 测一个信号和背景的核 然后把灯电流在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让它产生自食的现象以后 我们测一个背景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背景扣除掉了 那么这种方法呢 是就是现在的那个 印第安纳大学的黑夫也教授 这个提出来的 那么黑夫也现在当然 现在因为最早他提出来这个方式 后来呢逐渐就有名了 他现在是在国际上 就是原子光谱界 他是第一把交易 所以我去年还送了一个 我的学生朱珍丽到他那去工作了六个月 他当然现在他主要是在做低温原子化 主要是在做低温原子化 做小型的便携式的仪器 他今年还得了个美国的什么成就奖 就是他在原子光谱方面呢 做了很多的贡献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很多这个 就是有创新的思想 其实并不一定需要很复杂的设备 像这种方式呢 其实就是变换了一下灯电流 任何原子吸收都有灯电流变换的旋钮 对吧 都要 他不是优化灯电流 必然得要调节 他采用的 只不过跟别人的思维呢 不太一样 别人只是调节了以后 选一个最大的灵敏度 他调节的狠了一点 然后呢 就能够酷出背景了 但是呢 这些成果就奠定了他后头的 后期 他这是 这是他大概七十年代做的 那么奠定了他后头这三十年 他的发展 就说因为他有名了嘛 他后头的发展就非常顺 他现在是国际上 这个领域最高的一个科学家了 那么 讲到这里呢 原子吸收这一部分呢 我们基本上就讲完了 我们说原子吸收呢 他的这个 和原子发射光谱相比呢 他最大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原子吸收的仪器非常简单 非常便宜 像过去国产的 像北二光过去卖的这个仪器 就五千块钱一台 当然现在贵了 这个像我过去上学的时候 用的原子吸收呢 就是五千块钱一台 那么 因为大家可以看出来 他比原子发射像 ICP光源的这种原子发射来讲 他即使是现在 他价格还是便宜的多 那么现在一般的可能就是包括扣背景 刀灯扣背景的 就是仪器 像国产的也不会高于十万块钱 也不会高于十万块钱 那么原子发射 大家知道一般都得七八十万上百万 所以呢 这个原子吸收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 原子吸收呢 他也有一些他的缺点 一个呢 就是原子吸收是测一个元素 换一个灯 所以多元素的测定 特别是定性分析 他不太适合 原子发射 我们一次扫描 七十个元素全出来了 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样品 都含了多少个元素 对吧 那么像那个美国的那个谁 就是那个华人的那个法庭科学家 叫叫叫什么来着 李长玉 李长玉他不是上次在电视上就讲 他用原子发射来做破案 这个一个罪犯 这个作案以后呢 这个鞋上还是腿上沾了一点 摔了一跤 沾了点泥 然后他拿那个原子发射的一扫 就把那个指纹图谱就扫出来了 然后抓了一大批摔过胶的人 然后一个一个来做腿上的泥 最后谁的腿上的泥的那个指纹图谱和 那个罪犯摔胶的那个地点的指纹图谱一致 可能就是谁 所以呢 他采用这种办法破案破了破了一些案子 那么当然这种破案的方式 现在还在用 比如说汽车作案 作案以后汽车碎了 把那汽车剥离 因为不同的这个汽车剥离的成分是不太一样的 等等 就类似于这种 就是用指纹图谱来做的话呢 那么我们说发射光谱很好 但是原子吸收呢 它的特点是 它如果我们确定了我们要测的元素的话 那么原子吸收的仪器很便宜 另外原子吸收定量要比发射光谱定量要更准确一些 当然现在原子发射有SP光源以后定量也不错了 但是相比之下呢 原子吸收更准确一点 它的误差更小一点 这是这个原子吸收光谱的这个仪器 它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原子吸收光谱呢 这个它目前呢 另外一个限制就是说 这个背景的干扰 我们知道这个原子吸收的背景干扰 因为它是温度相对的比较低 很多分子还存在 所以背景的干扰呢 需要我们采用一些扣除背景的办法 包括刀灯扣出背景 塞曼扣出背景 或者是像Hephy这种空心引起灯的扣除背景 另外一个呢 原子吸收呢 要实现连续的分析 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现在的形态分析 比如说我们前度我给大家介绍过 比如说像深 前一段呢 出现的这个事情就是 这个我们的质检总局确定了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呢 是用原子音光 我们下一节讲原子音光 用原子音光来测深 测海带里头的深 紫菜里头的深 结果它把这个标准一定 我们国家的紫菜场基本上全垮了 因为没有一个能达标的 所以呢 就全垮了 全垮了 后来这些老板就急了 急了就给总理写信 后来呢 温家宝就批示 说是让专家重新对这个标准进行审核 结果审核的结果呢 这个标准是错的 为什么是错了呢 就是说 这个紫菜里头的深 它是叫阿森的树格 是一种含糖代的一个深的化合物 是这个紫菜在正常代谢过程中产生的 这个东西是没有毒的 而无机的皮霜就是像三架的深是毒性很高的 但是呢 它的原子银光和原子吸收呀 它是不区分这个的 它得到的是总的深的含量 拿这个做标准的话 我们的紫菜全是超标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想把它分开 一般叫钱都加一个色谱 把无机的深和有机的 就是这种阿森的树格要分开 那么新的标准现在就是色谱 加原子吸收或者原子银光 那么但是呢 如果是原子吸收的话 比如说石墨炉的原子吸收呢 就很难和色谱现在连用 因为原子吸收 它是要一个程序升温的过程的 它是不连续的 你一个样进去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得一个信号 可是色谱是不断的留着的 对吧 它要让你不断的实时监测 因此呢 这是原子吸收现在的一个问题 当然你跟火焰接的话好一点 但是火焰的灵敏度不够 石墨炉的灵敏度高 所以呢 怎么样让原子吸收 能够实现这种连续的分析 现在仍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呢 从这个原理上呢 原子吸收在理论上呢 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 什么限制呢 所谓原子吸收 实际上大家知道测的是两素光 一素是原来的光源发出来的光 我们叫矮灵 一素是它穿过蒸汽以后呢 它的透射光 对吧 那么我们叫矮 实际上呢 矮比矮灵小 小的多少呢 小的正好就是原子吸收掉的那点光 那么原子吸收的光 它吸收到多大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测呢 我们比如说 它吸收90% 那当然我们很容易测 吸收20% 我们也很容易测 它吸收1% 我们老马虎虎也能测出来 但是如果它吸收0.1%的时候 我们测量就有点困难了 因为我们的仪器的精密度 可能就是 百分之零点几 甚至百分之一 那么低于百分之一的这个数值呢 测出来呢 就是摆动就比较大 因为仪器本身的不稳定所造成的 所以原子吸收呢 当吸收度很小的时候 当吸收度小于百分之一的时候 甚至小于百分之零点一的时候 那么测量就更非常困难了 所以呢 原子吸收呢 它有一个特征浓度 就是说你建立一个方法的时候 给一定要给人家一个特征浓度 什么叫特征浓度 就是说百分之一吸收的时候 的那个浓度是多大 百分之一吸收 吸光度是零点零零四四 就是在零点零四四 这个吸光度的时候 你能测多低的浓度的物质 人家就能判断 你这个方法的灵敏度 是不是够用 是不是够用 所以呢 百分之一吸收 是原子吸收的一个坎 是原子吸收的一个坎 当然现在如果你精密度做的越好 那么你可以测量的就会越准 你就可以越低 但是如果你精密度不够的话呢 百分之一可能就是一个坎了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呢就发展了一种新的 这个原子光谱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原子荧光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节原子荧光分析 原子荧光光谱分析 那么原子荧光 实际上呢和原子吸收很类似 应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 所谓原子荧光呢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这个原子吸收 测的是基态的元素的原子 吸收了这个波长的光以后 对吧 它吸收了以后呢 它会跃迁到激发态 那么它吸收了以后 它吸收了多少 我们只要测出来 这就是原子吸收 可是它跃迁到激发态以后 它不是还要回来 还要发光吗 如果我们能把那个光测量到的话 我们同样的可以进行定量 这就有点像发射光谱了 对不对 是发射光谱了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特征的谱线 比如说用空心一级灯 我们来穿过这个谱线的时候 我们不记录吸收掉的程度 我们记录什么 记录它越迁到激发态 再回到激态的时候 发射出来的光 这种方式呢 就叫原子荧光 那么原子荧光和原子发射 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想想 原子发射是什么 也是跃迁到激发态回到激态 原子吸收也是跃迁到激发态回到激态 原子荧光也是激发态回到激态发射的光 那么为什么原子发射和原子荧光是两个名字呢 激发不一样 原子发射的激发是热源 是用温度来激发的 对不对 而原子荧光是用什么 用光来激发的 所以凡是叫荧光的 凡是叫荧光的 一定是什么 吸收的也是光 发射的也是光 这才叫荧光 无论是原子的荧光 还是分子的荧光 都是一定是吸收了一个特定波长的光 然后再发射出一个特定波长的光 这种就叫荧光 对吧 这个跟原子发射不一样 原子发射是热激发 这个是光激发 所以光激发 然后呢 再检测光 这叫荧光 所以大家看 原子荧光的基本原理 就是说激发态的原子呢 它如果以辐射的方式去集合 去活化 由激发态回到激态 就伴随着共振的原子荧光的产生 如果经中间能及回来 它就叫别的荧光 也就是说原子荧光 它是有两种 一种呢 我们就用就就记录它的共振光 我们知道像空心一击灯 我们实际上只让共振光过去 所以它得到的是共振的原子荧光 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非共振的荧光 但是呢 不管怎么原子荧光 就是它吸收光子 然后呢 发射的还是光子 这叫原子荧光 那么共振荧光呢 就指的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吸收了这个光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 还是以这个波长的光发出来的 叫共振荧光 但是常常是这样 你吸收了这么大的光 发射的时候比这个光的能量要低了一点 那么这叫非共振荧光 这叫非共振荧光 实际上原子吸收呢 我们常常得到的是共振荧光 共振荧光 而分子吸收几乎得不到共振荧光 得到的 因为分子吸收 它分子一般都在溶液里头测 溶液里头呢 分子的碰撞 会使一部分能量损失 而原子荧光 因为在蒸汽里头测 一般呢 我们很容易得到共振荧光 那么非共振的荧光 就是如果要是非共振荧光的话 那么它其实有三种类型 一种叫直月线型的荧光 一个叫接月线型 一个叫凡斯托克斯 直月线的荧光是什么呢 就是说 吸收了光以后 它上去 上去后不经任何损失就下来 当然它下来的时候呢 它可能呢 下到这里以后 它不下来 然后这一部分光以热的辐射的形式 释放掉了 或者是它上去 然后紧跟着下来 它这一部分它不下来了 这种叫直月线 就是直接上去 直接下来 中间没有过程 而接月线呢 是上去了以后呢 不是直接下来 先把一部分能量释放掉 比如说以热的辐射的方式碰撞掉了 然后呢 再下来 或者是呢 上去不直接辐射 然后吸收点光 再从这里来辐射 这叫接月线 还有一种呢 叫反斯托克斯 什么叫反斯托克斯 营光呢 就是你如果激发的能量很小 而发射的能量反而大 也就是说激发呢 的能量小 发射的能量反而大 一般情况是激发的能量高 发射的能量低 或者激发的能量和发射的能量一样 如果激发的能量低 发射的能量高的话 那么我们把它就叫反斯托克斯 营光 叫反斯托克斯 那么在原子营光里头 反斯托克斯营光很少 但是在拉曼光谱里头 如果用反斯托克斯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后头会讲到 那么它就可以打大消除很多的干扰 那么在生物学上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大家知道什么叫斯托克斯营光 什么叫反斯托克斯营光 斯托克斯营光一般来讲是 就是说激发光 比较能量比较高 发射光的能量比较低 有一定的损失 这叫斯托克斯营光 如果激发光的能量低 发射光能量反而高了 那叫反斯托克斯营光 所以大家知道这些概念就行 我们在原子光谱里头 原子营光里头 其实用不上这个 因为原子营光 基本上都是斯托克斯营光 或者是最多的是共振营光 那么以原子营光的定量分析的基础呢 原子营光呢 现在主要是做定量分析 跟原子吸收是一样的 就是说原子发射做定性 原子营光和原子吸收呢 主要是做定量 所以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原子营光定量分析的基础 我们说啊 原子营光是怎么产生的 是由于这个原子呢 它吸收了一定波长的光 之后跃迁到了激发态 产生的 因此呢 原子营光的强度 一定是正比于吸收的强度的 对吧 吸收的光子数目越多 当然发出来的原子营光的数目也会越多 所以呢 它是正比的 那么这个比例关系呢 我们用一个φ来表示 我们就把它写成了一个等式 这个φ我们给它一个定义 叫什么呢 叫营光量子产率 什么叫营光量子产率呢 大家看 实际上就是说 你假如吸收了100个光子 你发射出来50个光子 那你的量子产率就50% 你吸收了100个光子 你发射100个光子 那你的量子产率就是100% 所以呢 量子产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后头如果大家将来做这个生物的染色了 什么像这次的诺贝尔奖的这种 就是说你要做一个GFP的话 那么你必须得知道 你做改造出来的这个GFP的这个量子产率是多大 那么这个这个谁钱钱学生 他这个侄子最重要的就是他做了一些改造 对吧 他把这个原来的GFP量子产率不高 他最后呢 改造的高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把原来的只能发绿色的 他改造的可以产生别的颜色了 这是他跟诺贝尔奖的主要的功劳 那么量子产率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衡量这个营光物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了 而实际上它是很简单的一个定义 就是吸收光和荧光之间的应该有一个比例常数 这个比例常数就是两次产率 对吧 那么具体的电量关系的推导呢 也很简单 因为呢 我们知道原子吸收的光实际上就是我们原来的入射光 减掉透射光 我们做原子吸收的时候 我们测的是I0和M 他俩的差值实际上就是吸掉的那点光 是不是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那么吸收的这个光呢 他就等于I0 然后I呢 我们按照浪摩比尔定律 我们知道前面我们原子吸收的时候写那个公式了 对吧 就是I和I0的关系 他等于I0 E的负开 然后C 那么 如果我们把I0提出来 那么I0就等于E减掉E的负开C 所以呢 吸收光的程度呢 实际上等于他 那么荧光和吸收光呢 那么 有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就可以带进去了 那么我们 因为荧光呢 和吸收光呢 多一个φ 所以我们把φ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在实际分析的时候太复杂了 大家想想 这个我们测到的荧光和带测物的浓度之间居然是这么复杂一个关系 我们刚才讲了 发射光谱我们都不太喜欢了 虽然它等于I等于AC的B次方 我们显有一个B次方 我们最希望的是原子吸收那种方式 对吧 A等于太C 最简单 对吧 最好是个线性方程 是最简单的 那么这个方式呢 是就是说原子荧光的测量 其实分子荧光的公式跟这一门一样 就是测量都太复杂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说能不能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的公式 我们说这是可以的 在数学上呢 当C很小的时候 在数学上 当C很小的时候 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 一减一的负开C次方 就近视的 等于开C 这是数学上的一个变化 那么 这个对我们有用吗 非常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 原子荧光法的灵敏度非常高 什么叫灵敏度的 灵敏度非常高 就是说它可以测量低浓度的 C很小的物质 既然它测的都是C很小的物质 那么我们就不测C很大的物质 不测C很大的物质 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原子荧光的光 荧光强度和带测物的浓度C之间 就有了这样一个定量的关系 那么我们说这个关系呢 就是这个原子荧光测量的一个理论基础了 那么 原子荧光呢 从这个理论基础里头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它不适合高浓度的物质 它只适合低浓度的物质 因为如果是高浓度的话 它不符合这个公式 它符合的是上面那个指数的公式 对吧 所以呢 原子荧光呢 主要是测低浓度的 如果是高浓度 曲线一定会弯曲 另外从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看出来 原子荧光为什么比原子吸收灵敏度高呢 我们说 在原子吸收里头呀 如果从理论上来讲 你提高光源的强度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因为你I0提高的同时 I也提高了 I0比上I还是不变 所以呢 你可能噪音会小一些 但是从理论上来讲 吸光度是没有变化的 因为吸光度A等于logI0比上I 而I0提高了 I一定就高了 是不是 因为你这个吸收率是一定的 百分之多少是一定的 所以呢 它的比值是不变的 但是原子荧光不一样 原子荧光呢 带测物的浓度呢 和原子荧光之间的这个关系里头呢 有这么几个因素决定的 至少有两个因素 我们是可以改造的 对吧 一个是I0 一个是φ φ呢 我们对原子来讲不太好改造 它不同的原则 就是每一个原子当然有不同的φ 但是呢 呃 原子的φ我们不好变 不像分子 分子我可以做分子的修饰 我可以加一些这个显色团之类的 让它增大吸收等等 然后呢 来改改造它 原子呢 φ不好改 它是固定的 那么最有可能改的就是I0 I0呢 就是入射光的强度 所以只要我们的入射光的强度越强 那么对于一个特定的浓度c来讲 我们得到的if 就是原子荧光的强度呢 就会越强 所以呢 我们要想让非常小浓度的c的浓度 产生比较大的if的话 那么我们只要加大入射光的强度就行了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如果我们用空心移极灯 可能不太好 如果我们用一个高强度的空心移极灯 效果就会好 如果我们用激光光源 可能是不是效果就会更好 那么灵敏度就会更高 分子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这也就是为什么生物学上老在用 叫激光诱导荧光来做单分子的分析 对吧 就是用激光那么强的光来做的话呢 那么荧光呢 单分子的荧光呢就可以检测到了 当然原子荧光呢 一般我们不太用激光 我们其实现在用的还是高强度的空心移极灯 这个它简单 它比较简单 所以呢 我们说原子荧光和原子吸收 从原理上呢 它是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也有相当解密的联系的 那么现在大家想想 原子荧光和原子吸收在仪器设计上 有什么不一样的 如果让你设计一台原子荧光 假如说我们也还是用空心移极灯 假如说我们的原子化还用这个火炎 对吧 因为它还是要原子化的 假如说我们还用火炎 我们的单色器还用光杉 我们的检测器还用光电贝增管 那么你认为原子荧光和原子吸收在仪器上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有没有什么就在设计上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有什么不一样的 能看出来吗 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子 而不是像原子吸收画到一条直线上 因为我们做原子荧光的时候 最忌毁的是什么 最忌毁的是把激发光测到 是不是 我们希望测到的是荧光 激发光一定比荧光强 我们刚才讲了 激发光的那个I0 我们可以做得很大 如果做得很大 我们在原子吸收那种方式来测量的时候 我们测的一定是I0和I I是透过光 透过光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光源 原来等于激发光透过以后的那个强度 而那个强度跟荧光没关系 对吧 那个强度再强 不能说明是荧光强 对吧 那么荧光到底是强还是弱 我们说最好是那个谱线 不要干扰 我们就安安心心的测一下荧光 看看荧光是多强 那么要测荧光 最好呢 就是跟那个光路避开 所以我们呢 选另外一个角度来测它 比如说在90度的方向上 我们来测这个荧光 这时候呢 光源发出来的光呢 我们没有测 我们测到的只是 这个元素激发以后发出来的光 所以我们在90度的方向 当然也不一定非要90度 对吧 80度70度也可以 在不同的角度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测多元素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半圆形的 但是一定要忌讳的是 就是不能测到这个激发光 如果激发光的这个光路上 激发光太强了 因为为了提高灵敏度 我们常常用的比较强 所以呢 原子荧光的仪器 跟原子气收 基本上是一致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唯一的不一致的地方呢 就是原子荧光 是在另外一个角度 最好是90度左右的时候测量 当然也可以 不一定90度 80度 70度也行 但是呢 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激发光 不能进到检测器 这就是原子荧光测量的 这个装置 那么原子荧光的这个装置呢 大家看 这个实际上呢 呃 原子荧光的这个单测器呢 其实也可以不要 大家想想 这个 如果我用的是一个 这个空心急灯 那是一个特定波长的 这个激发 对吧 特定波长的激发 那么这个激发以后呢 它越先回到激发态 从激发态回到激态的时候 它发射的也是一个特定波长的光 所以呢 要是想让仪器简单呢 加一个滤光片 就用一个干涉滤光片 把那个波长的光 通过其他的波长的光 给它滤掉 也可以 这样的话呢 这个仪器呢 就会很简单 就很简单 那么目前呢 就是原子荧光呢 最是这样的 原子荧光最早就是我们国家做的 原子荧光是我们国家 在原子光谱这些仪器里头 唯一的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仪器 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设计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设计的这个原子荧光仪呢 是没有单色器的 就是没有 不是能说没有单色器 是没有光杉的 是用了一个绿光片 用绿光片来做的 所以这个仪器呢 就非常简单 非常便宜 对吧 大家可以想象 应该是就一个光源 一个原子化器 然后呢 光路 这就一个检测器 然后呢 加一个绿光片就行了 所以这个仪器呢 是比较便宜的 另外呢 因为当时呢 我们是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我们国家这个原子荧光 就已经变成产品了 当时最早是地质仪器厂 做的 这个是当时是一个 这个西北有色金属公司的 一个这个郭小伟 是一个原子光谱 很著名的一个科学家 他们设计 然后在地质仪器厂变成的这个仪器 变成仪器以后呢 这个仪器呢 后来销售非常好 因为它比原子吸收 灵敏度高得多 但是呢 它仪器又非常简单 所以呢 它销售量还是很好的 后来呢 因为当时咱们那时候 那个年代 咱们没有这种专利保护的问题 后来呢 就是 比如说现在北京大概有 我估计怎么也得有五六个 七八个厂 就是北京 就生产原子荧光 所以后来呢 就有点恶性竞争的 这个这个市场上 每个公司 因为这个技术含量不是很高 每个公司呢 都都都做的话呢 呃 这个销售呢 其实一人就覆盖了一小块 所以咱们的这个分析 一期厂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 其实如果现在大家 科技部还在讨论 就是能不能把这些 生产同一个产品的厂 能够整合一下 搞一个什么集团之类的 是不是将来在国际上 就有更多的这个竞争实力 那么但是呢 原子荧光确实是咱们国家 就是目前绝大多数咱们的分析仪器 都是进口的 如果你到分析中心去看的话 分析中心的仪器 只有这个原子荧光是国产的 剩下的仪器都是进口的 所以呢 这是比较好的一台这个仪器 这个原子荧光法的灵敏度呢 要比原子吸收法呢 要高一些 但是呢 这个原子荧光法 没有原子吸收的这个应用面光 因为原子荧光呢 它现在设计的这个仪器 主要是这个 就是像国内现在设计的这个理念 主要是要简单 所以它现在的这几个元素 主要是用氢化物来发生的 主要是氢化物 所以它做深 T 吸 铅 这些东西比较好 拱 这些东西比较好 而其他的呢 因为它主要是在原子化气这一块呢 因为它没有单色气 没有这个光杉 所以它温度不能太高 温度高了以后 其他的元素的发射线 那就 必须得分光了 所以呢 现在主要是在低温想做 就是在900度以下 做这些氢化物的元素 所以这是这个仪器的这个 呃 现在的主要的局限呢 就是说 它只限于做一些氢化物的元素 但是净亏呢 这个呃 现在环境部门 还有一些食品部门呢 对这 因为这几个氢化物的元素 正好是比较重要的几个 这个需要测量的方法 所以这个呃 这个原子银光 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 这是现在的这个原子银光 整体上的销售情况 那么讲到这里呢 就是原子光谱呢 我们就是讲完了 但是呢 大家注意 我们说光谱分析啊 这个实际上 光谱涉及到的内容是很宽的 那么有伽马射线 对吧 有阿尔法射线 伽马射线 有X射线 然后呢 有紫外 这个有 这个可见 有红外 有微波 有无线面波 整个光谱的领域是非常宽的 而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原子发射 原子吸收 原子银光 这些方法呢 都是在紫外和可见区的 那么 如果我们把这个 光谱稍微扩展一点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就到了 比如说 X光区 那么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发展一种新的原子光谱的方法 比如说 用X光来测量它的像 比如说X射线的吸收光谱 X射线的荧光光谱 甚至我们知道X射线的眼射光谱 那我们说这是可能的 就是说我们元素分析 实际上呢 前面讲的原子发射 原子吸收和原子银光 都是在紫外和可见区的 如果扩展到X光区的话 我们又会发展同样的光谱 就是吸收光谱 发射光谱和其他的光谱 当然对于X射线的光谱来讲 因为你就是用X射线来照射的话 那么你就是银光光谱 发射实际上是一种银光 对吧 那么因为热激发不容易产生X射线 能量太低了 所以呢我们说原子光谱里头呢 除了我们前面介绍这几种以外 实际上呢 还有X射线的吸收光谱 那么拥有最多的X射线吸收 就是X透视了 对吧 不同的机体成分对X射线的吸收程度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就得到骨头的这个像 对吧 那么X银光呢 是目前元素分析非常重要的 还是元素分析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 而X演射呢 已经远远超出了元素分析的范围 因为它可以做什么呢 晶体的结构 所以是我们结构分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所以我们下一次课呢 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元素分析的另外一部分内容 就是X射线分析 那么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最后我布置一下原子吸收的作业 然后再给大家课计一下